前總統馬英九的中國行 從出發前就引發討論 那麼包括國台辦新聞局 提醒台灣的媒體說 絕對不能夠叫馬前總統 那只能叫馬先生 或者是馬主席也不能 只能叫他馬先生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 就是街機的規模了 那麼本來傳出說 是不是鄭國籍的領導 像是國務院的 這個是副總理丁薛祥會來接機 結果並沒有後來來的 包括上海市臺辦主任 鍾小敏還有國台辦副主任 陳元豐還是這個副主任層級的 那麼就被批評說 根本是矮化台灣 不只是這個層級的部分 那麼沒有正部級的官員接待 連這個現場可以看到 也沒有紅毯 那過去還有紅毯 這回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平常的水泥地 而且也沒有這個 例如說是黑頭車或什麼專車來接他 沒有都只有派中八 好那面對這樣的一個規格 馬英九前總統是怎麼認為的呢 他說他非常滿意 是超乎預期 而我們的前副總統又現在的行政院長陳建仁就說 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符合卸任元首的接待規格 爺爺您回來了 你終於回來了 十八年前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 當時的這句連爺爺從中國紅到台灣 而連戰一到南京階級等級更是浩浩蕩蕩 除了一大片紅地毯還準備紅布條 由時任國台辦主任陳雲林打頭鎮 歡迎團跟夾道獻花 出動了上百家媒體大陣仗報導 離開機場則是搭乘黑頭車還有警車開道 十年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飛到上海 雖然走的是空橋 但一進到機場航下迎面而來的 就是時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就連2008年當時的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灣 不只下飛機有紅地毯 原山飯店發表談話時 更是滿地紅通通 場面熱鬧浩大 但時間回到現在 前總統馬英九出訪 下飛機踩上的不是地毯 而是機場水泥地 接機的是國台辦副主任陳元鋒 規格實在差很多 而還不只接機規格 當年的北京世紀之沃 連戰和胡錦濤迎面微笑互稱主席 但這次馬英九出訪時 國台辦提醒台媒 要提問得叫馬先生 不能稱呼馬總統或馬主席 被質疑矮化國格 中國應該以這個國家前元首的方式呢 來接待馬前總統 那這樣更符合我們國人的期待 非常滿意 超乎預期 我們看到大陸的朋友非常熱情 大陸的民眾呢 也對我們非常歡迎 這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回去之後 會把他們的豪意 轉達給台灣的人民 睽違74年 台灣卸任元首訪問中國 但今非喜比 連戰有黑頭車 馬英九只有小巴 就連隨行記者也被丟包 移民領域有明顯落差 恐怕也代表著兩岸關係已經回不去了 華盛宣華山黃盛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